北京时间7月27日,自从贝雷廷通过三方交易送到老银之后,有不少美国的著名记者都爆料,安东尼将会在接下来买断之后加盟火箭,而且这一消息基本已经成为了事实。 根据此前的报道,双方将会签下一份一年240万美元左右的合同,虽然即将加盟火箭,但是安东尼也有不想妥协的地方,那就是绝不会以替补的身份出战。 其实说到替补,在上个赛季还被雷霆效力的时候,由于安东尼在对内角色的转变和数据的下滑,外界就已经有不少的声音,让他担任替补。 而且在最近TNT评论员巴克利也公开表示,如果安东尼不接受替补的身份,那么对于火箭很有可能会是灾难。 近日,安东尼在接受采访时,就被问到了是否会担任剃毒的问题。 安东尼表示,我知道如何去进行篮球比赛,我在这儿已经打了很长时间的球,除非我自己做好了打剃毒的准备,我才会这么去做。 我很清楚自己的状态,在我知道自己能力的情况下,我不会接受剃毒的角色,最重要的是大家的知道我的能力,以及我还能做些什么。 最后,安东尼还说道,胜利会证明一切,过去的经历告诉我,但赢球时,人们会进行吹捧,但输球时又是另一个局面,无论如何,我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感到非常兴奋。 对此,有网友纷纷留言评论道,戈登,有你这句话,我就放心了,替补,是不可能替补的,这被,子都不可能替补的,来我们村吧,给你无限开火全壳时间。 这很艰难,但得向前看,命中率低点没事,帮手用点心吧。 保罗哈登塔克·安东尼卡佩拉无限换防。